这个小婴儿是真牛逼 刚转身过来就变成了满级大佬 随便放一个火球都是超位魔法 看到这一幕 女仆团所有人都差点被吓尿了 时间飞逝 男主也长成了少年 他身为王国的第七王子 和兄长们的岁数相差太远 已经和王位继承之争无缘了 可男主出生后马上就能听懂人话 把魔法书当成绘本翻阅的行为 还是被贵族所讨好 怀疑他可能是传说中的魔法师师祖投胎转世 可实际上男主前世只是王国的一个宿命 体内的魔力也少得可怜 用出的魔法只能吹动贵族的衣领 最终他被对方一发火球直接秒杀 幸运的是男主转生成了王国的第七王子 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地位 他还是依旧不忘初心 想要继续努力精进自己的魔法 于是他来到王宫的藏书库 才刚拿出一本书准备翻阅 但下一秒白毛女仆就出现在了背后 将他手里的书没收 西路法是男主的剑术指导老师 身为王族的一员 理应要有一定的剑术素养 他担任男主的教育导师已经三年了 这份工作如今已经是他的人生意义 男主觉得如果自己表现得太糟糕 恐怕会被西路法训练到傍晚 为了能尽快去书库看书 男主也是认真了起来 看到他一天比一天强 西路法也感到十分高兴 男主知道对方总是会对自己放水 再一个他现在正在用魔法作弊 将西路法的动作投影出来 相当于对方是在和镜中人对战 二人的战斗愈发激烈 但因为万力 体力和身高的差距 模仿技术会造成一定的误差 他用魔法把木剑加长 然后再强化身体 让自己浮空增加高度 男主以为这次终于能赢了 他在武器碰撞的瞬间突然变招 解除了投影魔法 然后瞬移到西路法背后 可西路法接下来的操作 却让他的幻想破灭 原来西路法早就发现了男主的作弊行为 刀身变长 通过浮空弥补身高差距 能同时发动两种魔法 就连王公的魔法师们也都很难做到 但实际上男主同时使用了四种魔法 他怕吓到西路法 所以暂时没有说 紧接着西路法带男主进女澡堂 带着他开始洗澡 在闲聊中妹子们给他讲了禁书魔人的故事 很久以前王国差点兵临毁灭 牺牲了众多魔法师才将魔人封印到了书中 听到这个消息 男主兴奋的身体不住颤抖 趁中女打闹的时候 男主偷偷溜出了女澡堂 他要去看看这传说中的禁书魔人 在用魔法隐身后 男主静止走进了地下城堡 书库的门上有着十位魔法师联手布置的强大姐姐 但男主弹指间就将其轻松破坏 看到有这么多的魔法书 男主忍不住开始四处翻阅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所谓的禁书 突然封印魔人的书自己飞了出来 他赞叹男主的实力很强 竟然能解除门上的结界 魔人名叫古力莫瓦 他想忽悠男主帮忙解开封印 反正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封印早就已经裂化了 如果能帮他解开封印 那么想要多少金子都可以 但男主却让他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这种水准的生成魔法纯度太低 内部结构也很松散 封印裂化他可以重新再上一道 毕竟这个国家是自己研究魔法的据点 不能放任他这种魔人撒影 听到这话古力莫瓦当即就怂了 表示封印自己的是好几百年前的那群人 和现在的人没有关系 但男主才不信他的鬼话 可在魔人答应会教他失传的古代魔法后 男主顿时就来了兴趣 在魔人的一步步诱导下 男主没有丝毫犹豫帮他解开了封印 魔人出来后露出了本信 既然男主想学一下古代魔法 那他必须满足对方 魔人本以为男主被轰成了渣渣 结果下一秒他发现 自己的攻击竟被防护结界挡了下来 男主不想错过这么奇特的术实 于是他让魔人继续攻击让自己见识一下 可无论魔人怎么攻击 男主的结界都纹丝不动 他越来越好奇魔人的古代魔法 甚至想亲身体验一下效果 只见男主将手伸出结界 将魔法全部锯到了手指 在了解了古代魔法的构造后 男主让魔人用其他招式攻击 被一个小屁孩瞧扁了 魔人怒气直飙升 直接用出二重勇唱的大招 强大的魔法朝男主封了过去 结果依旧是有烟雾伤 看到这一幕 魔人被吓得汗流加倍 想赶紧溜出去摆脱男主这个变态 可周围全都被布置了结界 连一只苍蝇都无法飞出去 接下来该男主表演了 之后男主把彻底粉碎的书库 恢复成了原状 这操作把魔人吓得不轻 他从来没见过像男主这么厉害的魔法师 如果不是魔人不会被魔法杀死 那么鼓励莫娃恐怕都死得渣都不受 看男主还想用魔法测试她的身体强度 鼓励莫娃赶忙跪地认输 表示愿意成为男主的魔宠 魔人变身成了一副可爱模样 他打算把男主迷的神魂颠倒后 趁其不备再将其干掉 男主让他先躲到衣服里 听到这话魔人心中大喜 想要支配男主的精神并且占据肉体 可下一秒他就发现是自己太天真了 男主体内的魔力密度简直恐怖 他连一根手指都插不进去 这种怪物让魔人瑟瑟发抖 这个男主是真牛逼 小小年纪就成为了无敌的存在 随便一个魔法都能将天空炸出一个大洞 让白昼瞬间就变成了黑夜 就连上古魔人也只能沦为他的王物 时不时还得担任老妈子照顾他 这天二王子邀请男主一起出去玩 他不仅文武双全 甚至还有传闻说他将会是下一任国王 二王子拥有城内各种设施的使用权 经常会带男主一起玩 生活在城堡内很少有机会能射击魔法 所以男主非常珍惜这种能实践魔法的机会 他对王位没有兴趣 担心万一太引人注目会被卷入王位继承之争 于是男主打算低调行事 让火球拐个弯擦过标靶就好了 在他的操控下 每个火球都完美擦过标靶 旁边随从嘲讽男主擦过标靶已经是极限了 但实际上这种操作比直接射中难多了 很快二王子就带着手下回去休息了 临走时他让男主在这里随便玩 看着空无一人的靶场 男主有许多想尝试的事情 比如魔人的二重永畅 但古丽莫却说他不可能做到 因为二重永畅是能变出嘴巴的魔人特有技能 可下一秒男主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能行 他将古丽莫融入了体内 只要两个人同时吟唱魔法就能用出二重永畅了 但吟唱咒语时古丽莫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原来男主用了能缩短咒纹发动时间的咒纹术 把大约一百个咒纹塞在同一节里永畅 而古丽莫顶多能缩到二至三节 这导致二人不能互相配合用出二重永畅 见状男主只能一心二用 操纵古丽莫的嘴巴永畅咒纹 同时用出了两种不同的尚未魔法 并且两种魔法慢慢交织在了一起 男主越玩越嗨 竟真的用出了二重永畅 而另一边 二王子也发现了男主是个魔法天才 以后说不定会成为大闲者 就在这时手下发现外面的天突然黑了 看到这一幕男主也有些慌了 还好天空出现的异象很快就消失了 但第二天消息还是传遍了王国 而让男主更感兴趣的还是冒险团攻略地下场 带回了各种魔力道具 于是他决定去地下城看一看 为了不让家里人慌乱 男主还用魔法变出了一个替身 虽然能瞒过其他人 但西路法的眼睛太过毒辣 连0.7公分的误差他都能发现 所以男主把古丽默的精神塞进人偶 然后再将他的肉体塞进自己的手掌 这样男主在外面还能和古丽默随时沟通 刚飞出城堡没多远 男主就看到一个少女正在被魔物追击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刷新了他的认知 少女的实力极为恐怖 两三下就解决了周围的魔物 牛逼 原来少女是传说中的武术家 能通过呼吸将气循环于体内 借此发挥出惊人力量 躲在上面的男主没能逃过少女的眼睛 为了不暴露自己王子的身份 他用魔法修改外貌变成了一个翩翩少年 声称自己是一个新手冒险者 好被男主的帅气所吸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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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逸性移修行了18年 为了寻求邂逅才离开道场成为了冒险者 但男人们却只喜欢柔弱的僧侣系女孩 所以他一点异性缘都没有 看到男主的第一眼他就感觉自己的春天来了 于是他自告奋勇要帮男主一起攻略地下城 一路上妹子火力全开爆打魔物 希望用这种方式让男主迷上自己 结果男主心里只有发光的石头 看都没看妹子一眼 在晚上吃饭的时候 男主向逃请教气的用法 只是简单听了下描述 他便开始尝试用气质呼吸 很快男主就发现了体内不同于魔力的另一种能量 逃见他对气有兴趣 于是直接恋爱脑发作 答应多教男主一点关于气的知识 并要求他离开地下城之前都不能中断刚才的呼吸 而另一边替男主在家的鼓励墨即将被西路法流利 很快地下城的头目灰狼就被逃用气孔弹一击秒杀 男主兴致勃勃地打算上前打开通关宝箱 见男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逐渐适应了气质呼吸 毫不禁感叹对方的资质卓 说不好接下来就能发展成师徒恋 男主非常期待宝箱里有什么东西 却不料宝箱打开的瞬间 一道斩机突然从下面挥出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主快速把陶拉向一边 原来地下城真正的头目并不是灰狼 而是面前的巫妖 这个男主是真的疯批 面对A级冒险者都无法应对的巫妖 他只是用学了两个半小时的气数就能将其秒杀 牛逼 就在男主和陶开通关宝箱的时候 暗处的巫妖突然现身 剑撞陶直接就用气把男主送了出去 虽然可能会摔断几根骨头 但那也比丢掉小命要好 因为巫妖可是连A级冒险者都只能勉强应付的怪物 陶想为男主争取逃跑的时间 可男主这个当事人却一脸懵逼 他还想多了解一些气数和地下城方面的事呢 男主询问古力墨自己应不应该回去 结果古力墨一副要死的表情 让他赶紧回家救命 而另一边 陶被巫妖打得变铁银伤 完全不觉得自己有胜算 估算时间男主应该是逃出去了 于是他也准备转头开溜 可没想到这时巫妖竟然说话了 嘲讽气数是低阶版的魔法 甚至连被自己吞噬的价值都没有 反倒是男主让他十分感兴趣 听到这话陶瞬间就怒了 他要让巫妖见识见识这么多年来 自己坚持不懈进行训练的成果 正因如此他才没有交到男朋友 这一击逃用尽了全力 成功把巫妖的防御结界给打穿了 但他的身体已经在无法动弹 看到这一幕巫妖接着嘲讽 自己随便一根手指就能超越 逃刚才的全力一击 在这紧要关头 男主及时赶到就下了头 他现在有点赶时间 所以要速战速决 趁巫妖念咒语的时候 男主快速移动到了他背后 然后尝试使用气质呼吸 巫妖的魔法根本没办法打破他的结界 男主可以尽情思考如何将气和魔力混合 首先是要专注 把空气吸入肺中 然后通过挤走皱纹进行加速 在短时间内吸入更多的空气 但很快男主就意识到防御结界有些碍事 主动解除的结界让巫妖以为是他的攻击奏效 在男主反复地尝试下来 他终于成功将气和魔法融合在了一起 巫妖的攻击弹指尖就被击破 接下来的时间里男主把巫妖当成了陪练 把融合剂不断完善至大成 巫妖想用防御结界抵挡 可让陶没想到的是 宝箱里只有一把破烂短剑 男主发现上面有魔力波动 于是果断收入囊中准备带回去研究 下一秒一遍突生 宝箱开始缓缓下沉 一旁的陶解释 只要宝物被拿走 地下城就会跟着消失 男主瞬间就明白了宝箱才是地下城的核心 平时在地下吸收到别人掉落的魔道具后 剑剑就会成长为地下城 然后吸收前来攻略的冒险者的装备进一步获得成长 快被攻略的时候才会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陶让男主别分析了 再不跑的话他们就都要被火满了 听到这话男主只好推而求其次 把宝箱的盖子扯了下来 看着缓缓关闭的地下城 男主仿佛打开了新大门 陶询问他身为魔法师为什么要用气术战斗 难道是为了替自己出气吗 突然男主想起来古丽莫还在家受折磨了 于是他匆忙向陶告别 并约定一起成长 有机会再互相切磋 看着男主离去的背影 陶按下决心要成为一个能让他回头的女人 结果却忘了找男主要联系方式 等男主回到家 他发现古丽莫躺在地上一脸生无可恋 原来这几天西路法找他练剑 发现他的剑术突然变得很弱 所以妹子只能狠下心来重新锻炼他 古丽莫被打自闭了 他身为魔人竟然完全无法招架 男主说自己学气术耽误了一些时间 好在从地下城拿到了宝物 这把破烂短剑可是好东西 他先是将其抛在热水里 然后从上面刮下了皱纹 魔髓液是赋予魔法用的触媒 可以书写术式提高武器的威力 魔髓液不但价格昂贵 赋予魔法更是极为困难 万一失败的话液体和武器都会报销 所以男主打算解析魔髓液 靠自己的力量量产 很快他就分析出其中的主原料是油 银以及赤魔粉 虽然赤魔粉是磨碎魔物核心后的肠 但男主有地下城的核心 丝毫不担心赤魔粉不够用 他的国王父亲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男主向其索要了大量银币 国王还夸奖他生活节节 在将硬币熔炼成银后 男主又找到了西路法 约定只要能在剑术比试中营一局 他就能获得大量的油 虽然男主败在了西路法手上 但他还是如愿得到了油 因为西路法心情很好 前几天他还在担心男主怎么会变那么弱 幸好是自己起人忧天 也许男主只是那天的状态不佳而已 西路法不禁有些好奇 长大后的男主能有多强 说不定连剑圣的称号都配不上他 凑齐了材料 在男主和古丽莫的努力下 终于提取出了一大瓶魔损液 接下来就是尝试赋予魔法了 男主想要大量的武器 于是他找到了宠地狂魔二王子 虽然敬为兵满脸的不情愿 但二王子的命令他们不敢不听 所以只能把压箱底的武器都拿了出来 他们不相信男主会赋予魔法 古丽莫听到男主被小瞧 瞬间就气得不行 他发誓必须要打造出最强的武器 用结果狠狠打他们的脸 男主也是真牛逼 上来就把武器塞满了术石 可普通的钢铁无法承受直接就碎了 意识到这一点后 男主改变方式继续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120把武器男主成功了50把 其实总共成功了大约80把 只是后来尝试增加更多术式失败碎掉 二王子见此大为震惊 就算是一流的赋予失成功率也只有一成 二王子发现弟弟的才能远超自己的想象 既为士兵还以为男主是骗人的 一定是弄坏了70把后因为害怕才停手的 可当他收回武器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剑鞘竟被一分为二 而二王子的武器则是被男主单独召舞 男主想看看武器的实战表现 正好二王子要完成父亲的委托 于是他决定带男主一起外出狩猎魔兽 这个魔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嘲讽了小屁孩几句 下一秒竟惹怒了对方的贴身女仆 随手一剑就让他差点当场去世 有这种实力强大且护主的病胶女仆谁能不爱呢 就在刚刚 男主跟着二王子前往城外狩猎魔兽 作为贴身女仆的西路法也跟了拐 这种光明正大外出的机会少之又少 所以男主格外珍惜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一看完成父与的武器威力了 在几人谈话之际 一群手持武器的狗头人朝他们发起了袭击 二王子让手下当作是狩猎魔兽前的热身 车上的男主早就察觉到了狗头人的接近 他时刻都能透过气的呼吸感应周遭的气息 让士兵们没想到的是 男主赋予过的武器竟然直接把狗头人砍成了两岸 就连钢铁制作的武器都能轻易斩断 因为锋利过头 有些士兵变得像第一次拿菜刀的小孩一样 剑撞二王子也开心极了 夸赞男主是个赋予魔法的天才 他为自己能有这么优秀的弟弟感到自豪 一旁的西路法也觉得男主非常出色 男主有些奇怪 明明他没有给西路法的武器赋予魔法呀 趁几人不备 狗头人想朝男主攻击 就在这时逃突然从侧面杀出 一脚把狗头人直接踹死 男主差点用洛贝特的口气向他搭话 但想到现在自己的身份 他还是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逃靠近男主发现他的呼吸习惯和脸都与洛贝特非常像 没等他再想下去 西路法就开口让他注意分寸 不要帮忙的同时还致上麻烦 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 二王子赶忙上前拉架 好在晚上顺利到达目的地 得知二王子的真实身份 好一脸震惊 随后为自己的势力道歉 但他还是感觉很奇怪 虽然二王子和洛贝特很像 但却和他感受到的气息不一样 而男主此时则是偷偷开溜 准备暂时待在帐篷里 可他刚进去就被西路法来了个洗面奶 不仅如此 西路法还要和男主一起睡 美其名曰是要贴身保护 毕竟外面有比魔兽还要棘手的母猫 男主不想被卷进女员的战争 所以他尽可能躲远一点 周围的士兵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下一秒他们就被狠狠教训了一顿 原来陶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收到了修复祠堂的委托 西路法让他快点去做自己的工作 可二王子却说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 希望陶能用气息探测能力帮忙 在这里待到天亮顺便首页 但话还没说完 魔兽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士兵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就连陶的气数都没能把熊狼干掉 剑撞二王子拔出武器出手了 只见他缓缓念出咒语 经过男主赋予的魔剑加持 二王子用出的魔法威力提升了数倍 众人以为熊狼被二王子成功解决 可就在他们高兴之际 古力墨却突然想起来 山上祠堂里封印着魔人 还没等男主将消息告诉大家 被击倒的魔兽就又站了起来 并且在他周围凭空出现了更多的魔兽 原来这些魔兽都是魔人的眷属 在魔人的命令下 所有魔兽开始发动攻击 他们一旦受伤就会马上再生 无论打成什么样都无法将其杀死 这都是魔人赋予他们的能力 看到这一幕 男主询问古力墨认不认识对方 古力墨表示自己不认识 那家伙是利用魔力的性质变化来操控魔兽的 那些熊狼是由于性质变化的魔力 误将魔人当成了类似父母的存在 所以才会听同他的命令 不仅如此 他们还会从魔力丝线获得魔力攻击 甚至连再生能力都提升了 要想杀死他们就必须先击败魔人 但男主对那些都没有兴趣 他只想让古力墨教他使用性质变化 别人都在拼命战斗 而男主则是躲在后面学习新魔法 魔人见自己优势巨大 决定半场开个香槟庆祝一下 于是他疯狂嘲讽男主是个没用的废物 只能躲在女仆后面受保护 在征求男主的同意后 西路法终于能离开岗位去战斗 他认为魔人臭的会影响男主呼吸 所以还是请你去死吧 魔人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嚣张地表示自己的眷属们 都拥有不灭的再生能力 就凭女仆根本无法打败他 西路法屏住呼吸嫌弃魔人口臭 被激怒的魔人张开血盆大口咬了过去 却不料下一秒双方竟完成了位置呼唤 熊狼的四只脚还留在原地 魔人用尽全力恢复伤势 这也导致其他眷属的动作开始迟钝 再生的速度也变得缓慢 二王子发现只要魔人集中魔力 让熊狼再生 其他的眷属就会露出破绽 于是他让西路法尽可能把魔人打伤 与此同时 古力墨还在为男主讲解魔力的性质变化 这种细腻的技术 就连魔人想要掌握都需要做大量的修行 最基本的是为魔力附加颜色 然后是改变形状和气味 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男主就已经全部学会了 对此古力墨只能说一句牛逼 而另一边西路法和魔人的战斗 也进入了白热化 他向士兵借了一把男主附魔过的剑 看到这一幕 魔人表示自己要把男主大卸八块 随后他开始在西路法周围不断绕圈 企图用言语激怒对方 让西路法露出破绽 趁机将西路法一口吞下 可还没等他开心两秒半 巨狼的嘴巴就被长剑捅穿 紧接着西路法用出压箱底的大招 把熊狼从里到外切开 然后是头颅 皮毛 最后是魔人本体 他不能允许魔人这种恶心的东西触碰男主 这个魔人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男娘竟然如此牛逼 直接把他当成了实验魔法的小白鼠 上一秒西路法还在吊打魔人 二王子和陶也将眷属全部压制 可随着魔人吐出的瘴气覆盖周围 他们吸入瘴气的人全部都倒地不起 就连西路法也没有信任 这时魔人终于用出真正的实力 一拳将无法行动的西路法狠狠打飞 二王子想上去帮忙却无能为力 受重伤的西路法还在嘴硬嘲讽魔人嘴臭 暴怒的魔人上前准备给西路法致命一击 好在陶及时赶到挡了下来 对于擎敌的救命西路法依旧嘴硬说自己没有事 他让陶快点带着男主离开 话音刚落西路法便口吐鲜血晕了不去 魔人不禁夸奖西路法的实力强大 但他更好奇的是陶为什么没有受到瘴气影响 陶反应迅速向后踢腿逼腿魔人 魔人在交手的过程中发现陶的呼吸法很特别 可以减少瘴气的吸入 他奇怪为什么陶不自己逃跑 难道是想成为自己的眷属吗 听到这话陶瞬间丧失理智 他这个外貌协会是绝不可能丢下帅哥逃跑的 陶被愤怒冲昏头脑不小心使出了大绝招 这导致他身体无法继续行动 趁此机会 魔人让眷属大狗发起偷袭 这时陶才发现魔人的眷属已经全部复活了 魔人询问陶说的帅哥指的到底是谁 在他看来倒在地上的全都是丑八卦 相比之下自己的眷属才是大帅哥 说把魔人张开嘴又开始释放胀气 打算将陶变为自己的眷属 陶察觉到了男主的气息 正因如此他才能鼓起勇气继续战斗 魔人以为陶在胡言乱语 于是便命令大狗直接将其吞了下去 正当他打算把西路法变为眷属时 一直划水的男主出手了 魔人对他能随意在仗气内走动感到震惊 随后他认出了一旁的古力墨也是魔人 以为古力墨是男主的狗腿子 简直把魔人的脸都丢光了 但古力墨却不打算和将死之人一般见识 因为很快魔人就会知道男主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魔人让眷属朝男主发起攻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主竟然拿这些魔兽测试魔力的性质变化 在简单的一番魔力输出后 周围竟出现了一片花田 男主顺利从魔人手中夺走了熊狼的主导权 让他们觉得好像在母亲的怀抱 随后男主让大狗把逃脱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魔人大为震惊 以为男主是个实力了得的魔法师 于是他吐出瘴气企图夺回眷属的控制权 可魔兽们已经知道魔人才是杀害他们父母的真凶 当即冲上去准备把魔人撕成碎片 但魔人的实力依旧不是他们能比拟的 很快魔兽们就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魔人嚣张地表示 无论男主用多少次魔法都没有用 因为魔法对魔人根本没有效果 说罢他便火力全开准备让男主陷入绝望 听到这话男主更兴奋了 他想知道魔人是不是真的不会被打死 武力默告诉魔人 他们的魔力与男主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正好男主有很多想尝试的魔法 魔人就是那个幸运的小白鼠 应该可以让他毫无顾虑地释放魔法 这股异常庞大的魔力量让魔人瑟瑟发抖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 男主并没有直接下杀手 而是准备释放结界将魔人困住 魔人看到男主不用勇畅就能使用魔法人都麻 看到这一幕魔人果断选择逃跑 他意识到男主是想把他关到笼子里 一旦被逮住就再也出不去了 到时候自己恐怕真的会死 为了不被结界关注 魔人只能拼命逃跑 武力默询问男主到底能同时施展多少个魔法 男主表示包含待命型在内的话大概20个 要是有武力默的配合还能再多一点 魔人看着身后密密麻麻的结界 恨不得破口大骂 碰到男主这个怪物他真的是倒八辈子炫灭了 他很庆幸自己能将结界全部避开 结果下一秒魔人就乐极生悲了 男主打算让魔人尝一尝被人当作实验对象的滋味 见男主动了杀心 魔人当即就怂了 他许诺成功支配事件后会赐予男主地位 无论是金钱还是女人都可以 可男主根本不想和他废话 直接用出火风涂水四系最高阶魔法 并且将他们按照顺序循环100次 通过高速速式以原本的三倍速度进行 就这样 魔人被男主的魔法轮番轰炸 一分钟大概能挨个240次攻击 男主决定先给魔人来个30分钟 但遗憾的是 魔人只坚持了5分钟不到 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他不甘心以这种方式失败 就在这时 二王子等人恢复意识醒了过来 男主立刻下去打算蒙混过关 古力墨告诉即将化成飞灰的魔人 比起追随一个满口苦恼的家伙 他还是感觉和做什么事都乐在其中的 男主在一起比较开心 至少他是随心所欲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大家才会聚集在他身边 古力墨傲娇的表示自己留在男主身边只是积累力量 好在将来向对方复仇 魔人无奈只能让古力墨继承自己的野心 虽然古力墨稍微恢复了一点力量 但即便如此他依旧不是男主的对手 男主告诉大家魔人是被叫洛贝特的魔法师打败的 可突然小桃发现男主的斗篷和洛贝特一样 还没等他再想下去 回到王国后 二王子把事情的经过汇报给佛王 并表示在这次讨伐中男主的功劳最大 建议国王给他王位继承权 这次能无人丧命多亏了有男主附魔的武器 虽然他的竞争对手会增加 但只要能让这里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国王是不是他当都无所谓 却不料男主直接拒绝 他才不想当国王呢 对男主来说 每天撸一撸毛茸茸的熊狼 能安心研究魔法就是最好的生活了